《高森行仪》 《明华园》可说是台湾规模最庞大的歌子戏剧团 而总团之下有八个子团 由创办人陈明吉的第二代《圣自辈子女》在经营 团中的演员彼此多为直戏亲属或是姻亲 就如同高森传里的孙翠凤与高玉山两位老师 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那么亲友之间在对戏的时候是合作骨肩 还是更需要互相的包容呢 在《神秀禅师》的剧情当中 我们看到了孙翠凤老师与高玉山老师 分别饰演国师和武则天的关系 但实际上在戏外高玉山老师才是长辈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在对戏时彼此的亲戚关系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欢迎孙翠凤老师以及高玉山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阿弥陀佛 两位老师请坐 今天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在饰演《神秀禅师》以及《武则天》的 这样一个关系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来诠释这样的角色 这个角色虽然是《武则天》 那在台下我是她的四嫂 她是我的小姑 但是因为《神秀禅师》 她是非常得高望重的人 所以我是《武则天》 但是我对她的佛教 对她的那个理念 我非常地遵从 我们文武百官看到她 都要跪着去接引她 因为她很难得才能到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也希望说我的国家 我的百姓 我的文武百官都可以听经文法 所以在这样这个下跪的这一段 有没有特别的一个感触 或是在某一个场景里面 跟神秀大师的一个对唱对戏 你特别有印象 因为她的扮相 真的有人说做什么成什么 演戏就是演戏 因为这个角色 它是一个新秀大师 在那个年代 有这天坐这天下的时候 她就很仰望 说这新秀大师 哪里能邀请她来说 这个文武百官 大家听经文法 可见这个大家的文武百官 都一定 真正也不会贪嗔吃慢 所以她觉得这活华对这个百姓是有好处的 所以她特别邀请神秀大师来这个中庭 让我们来听经文法 这是我感觉到很棒的 而且我看到她因为她就是那个质感非常好 因为我听到说 新秀大师 因为我们要入戏 我看到那时候来八十几岁 虽然是说走到这样 有点慢慢的 但是就是让人有那个味道 虽然你不错 你嘴上就会贴下去 贴下去也贴得很好吃 就是这个感觉 贴得很重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五则天 那我们常常有很多高僧传会遇到五则天这样的一位高智慧的女性 每一家里面 什么人要演五则天 就会特别被关注 大家都会在想 对不起演完 他来演五则天 但是我特别特别跟五则天这个角色 特别拜托我的阿嫂 一定要来演五则天 尤其是她 所有的五则天是少于晚年 她年纪大一天 所以她已经经过了一番的掌权之后 天下也在她的治理之下也算是太平 只是一些宫廷上 城址上面有很多来来回回 让她很烦躁的 所以当我进京的时候 五则天一刀 我们那场戏是五五百官要先弄住 不是对一刀 她根本不知道女皇帝 这里崇尚佛法 所以感觉说 我看着大师来 风队都跪下了 其他人可以没跪 可是你知道当时 当下我的心来我在想什么 我不是说 我狗狗在乡 连五则天就给我跪 没有 那一刹那其实我看到五则天 我那时候演的五则天 我看她没有跟我对戏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 她真的是把五则天演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说 刚才她这个身材 刚才她这个完蛋的这个面容 跟她这个霸气 完全把她演出来 而当她寂寞 空虚的时候 她又把她演出 她心里的无助 她要有一个心灵导食 所以神秀的出现 对五则天来说是帮助非常的大 也因此这样她们两个亦师亦友 她的动作是疏忽 但是她两个比较 她动作是朋友 自己 我无话不谈 有什么话她都会告诉她 有什么调定上的问题 她也是来警告神秀 对 我看神秀有点 很好地说 一定会说 有则天随便是路线 可是她不觉得说 女人去掌权 女人去 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没有 她觉得大家都同样 大家都平定 但是既然她是皇帝 她也有她的问题 她愿意听经文法 我的责任 我是一个外界人 我就是交给她 就是最好的佛法 所以我感觉 我们两个在演这个 来来回回 她在宣告我 我对这五则天的尊敬以外 但是我还有那一份的 想要交给她的养分 一直很想请囊相受 所以最后 我感觉五则天真的有被神秀禅师 有被她影响到 没有 这也洗涤了我很多的苦恼 因为我们到老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怕死 所以我会想到说 我死了怎么办 所以一个五则天 真的文明的一个越国家越浓 不简单是女人做皇帝 可以说到这些国家越来越好 还有这么有地位 这么早就要听经文法 因为她对佛教贡献很大 所以能想要听佛法 可见这个五则天也是智慧很高的 但是在智慧高的时候 人到老的时候 离不了我们佛陀所讲的 心努北宿 但是我老的时候 我走不动了 那我到我这个江山 我又舍不得放 我到底是要给我们五家的人 或是你家的人 还是人有私心 所以我就要请教她 她跟我讲说 你死了 你要跟你老公归位在一起 不会五家归位的 所以我想看 对啊 所以我死了以后 我在这么大的江山 我是要跟我们老公到底 所以我还是要传给我的儿子 对 所以她给我交道说 你们母子怎么样 不要心理上有那个纠结 你人有私心 但是后来她跟我讲开了 我说对 是不是就是嫁 嫁就是才能传授我们生你的 不然本来我是思想是说 我生母 母这天团 我要给五三师给他们 后来她跟我解开 对 人要有私心 要比较大 要比较大 就是要为国家 用小力就要传到小力 对 在这个 林老师谈到的母子这一段 对 里面有一个就是 国师带着李显 对 来找高玉山老师 里面有一段我就印象很深刻 老师看到李显一跪下 您是先手握 对 后来又放开 那个母子连心 但是我还是 对 我觉得这段就是 那个心境可以跟我们观众 分享一下 然后再去照镜子的那个情绪的转称 反正因为她 我的儿子她又有叛变 对 所以那时候我很生气 你竟敢对我这样子 把我软轻吗 我从来想不开 后来就是师傅 她带着李显 她带她过来 带过来身边 再怎么讲 血跟肥跟肉都在一起 我们是没有我就没有他 所以说我给我的江山 给我的儿子是应当的 所以我看到他就看到我 所以儿子来有我们儿子有我 其实是同一天的 所以我那种体会说 我还在计较什么 所以一旦要老来长 是要让人延续下去 而且我的儿子也是个很棒的 对 因为我在那段有看到 老师的整个表演是层次 很不一样的 从他一跪下来 矛盾的心理 对 对 那些妻子就是说 我一直在那里搁一搁 才是单身 他忘了 忘了自己 忘了 他是你的亲生儿子 对 那个掌权 你再怎么样 到了一个时候 你还是要放下 就像我们说的 有时候人会被利益蒙蔽了眼睛 对 就看不到他真实的真相 或看不到那个真实 我们其实应该要更清净的那个慈悲 就是比较善的那一面 所以说人要改变 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祥导 好的指导 就会有一个好的老师 像苏家说 你就是要怎么做 我感觉到处理益 我就吃到八十几岁 五折天也吃到八十几岁 但是他就想到 他今天后来真的是放下 所以说我们以前要看历史 就要讨厌 都要买了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么爱看歌仔戏 就是因为歌仔戏里面有忠孝结义 讲得很好 又唱得很好 这个歌仔戏是我们台湾的文化 那大爱有这个机会 把这个高生传一直延续下来 可以听见 还可以开悟 真的太棒了 对啊 非常非常感恩 谢谢 宇晓老师 以及孙老师的分享 感恩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主持人 感恩 谢谢 谢谢 心情是我们人类最注重的情感 而母子的关系 以及家庭夫妻间的关系 更是每一个人所重视的 母子的争吵 夫妻的争执 在这个社会上 常常会使我们的心非常的纷乱 而透过修行 让我们这颗善的心 面对家人 面对朋友 实时存好心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高僧行仪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高僧传 神员禅师 神员禅师 好 天 碰碰楼 天 亦无珠 脱戏龙袍 就是一堆 母亲 成相拥袍 就是一生的 天赞 好